我們來看到呢 也是跟奧運的賽事有關喔 那其實要來看到我們的這個權後呢 林玉婷 他現在已經挺進了奧運四強 8月8號的凌晨3點左右 就要來出戰了 這個四強戰 那可是呢 現在國際權總呢 還是不斷對他來追殺呀抹黑 而且呢講了半天 還是沒有辦法公開的檢測 整個報告結果 那麼他卻說 他們卻說這是不是台權 台灣這個拳擊協會所要求的呢 好 我們繼續看到的是呢 林玉婷現在面對了性別的風波啊 還有這個JK羅琳的一些發文啊 發聲等等 國際奧會其實多次來發聲力挺 好 那其實在去年試錦賽當中 他獲得了銅牌嘛 但是頒獎典禮上 因為性別深化指數異常 所以被拔掉了參賽資格 體育署當時呢 是立刻安排林玉婷回國檢測 並且也公布說這個檢測結果是符合國際賽的規定的 那其實很多人也講啊 我們光是就身份證的開頭來看就好 他就是二開頭嘛 二就是女生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到的是呢 這個國際拳擊總會 好 IBA 好 那其實呢他們來舉行這個記者會 對 要來說明包括台灣的權後林玉婷跟阿爾吉利亞的選手克利福呢 去年會被撤銷資格的原因 那其實現場非常大陣仗 外媒都到場了 60家國際媒體都在場 但是呢 其實這個國際權總呢 他們並沒有提出相關的數據 等於說這三個小時的記者會 大家還是一場空 什麼報告也沒有講出來嘛 召開了記者會 這樣半天都沒有針對到底林玉婷 哪裡沒資格來參加女子比賽呢 證據在哪裡 那同時還指責國際奧會 對於他們提供的資料 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檢測報告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他書們說 因為收到了台灣權協要求 不要透露全手的所有資訊 所以呢 這個國際權總IBA 沒有辦法來公佈整個報告內容 好啦 網友就說了 政府的體育部門 要不要針對國際權總發個聲明呢 國家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出面 來保護我們自己的選手了 請向國際來發聲 而不是指向台灣媒體來出聲 好 亮哥就講啊 當初林玉婷在市井賽被沒收了銅牌 台灣方面就應該要抗議到底了 趕快把這個銅牌搶回來 沒想到現在呢 到了奧運戰 還是呢被這樣來做攻擊 好 那我們看到呢 其實包括前頭的蔡英文居然也有發文 他說呢 活潑有自信的林玉婷 即使面對了這個總統也是沒在怕 一點都不會害羞 所以我們一起為林玉婷加油 我相信面對場外的紛擾 對手的挑戰 林玉婷也是沒在怕的 那麼賴清德說 讓我們與他同在 堅定的做他的後盾 用期待跟掌聲來為他大聲歡呼 讓大家覺得有一種較勁的感覺 這也變成是奧運的政治學 好其實我覺得用期待跟掌聲恐怕是不夠的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這個官方 是不是應該可以來向國際來出聲來發聲呢 好 好那我們另外來看到林玉婷呢 這個奪得金牌 二連霸 大家當然都很開心 那也有一些這個發文來祝賀 包括呢 這個國民黨立委汪曉玲也在他的微博上面發文說 狂嚇中華隊王麒麟 李洋 羽球雙打二度奪金 好 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臉書的部分呢 也是有提到 這個連續兩屆奧運賽的男子羽球雙打 都是炎黃子孫 不管誰贏都是兩岸中國人的驕傲 好結果呢 當然好 大家知道keyword是什麼 有些人又不滿了 民進黨呢 就講說啊 這個黨團呢 就說 汪曉玲到底是為哪一對加油啊 當台灣人在巴黎奧運各個賽會的現場 受到中國人的霸凌 請問身為中國人的汪曉玲 要不要出來譴責呢 好網友看到呢 這樣的一個發言說 中華民國人的驕傲 等於中國人的驕傲 不然呢 那麼像是你看到李洋 他是金門人 福建省金門縣人李洋的身份 要怎麼解 那他是台灣人嗎 這不就是中國人的驕傲嗎 那有人就講 如果賴皮不致腺 改成台灣國 還是要硬是賴在中華民國的招牌下 那1450就應該自己長嘴 好 王麒麟的父親王偉健呢 他就講說 感謝台灣培養出這兩位選手為台灣爭光 是所有人的榮耀 也讓國際上看到了 炎黃子孫在台灣是可以這麼刻苦耐勞 奔鬥不懈地生存下來 好 那前立委政立文就說了 看到炎黃子孫這幾個字恐怕聽在民進黨的耳力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呢 老是在整個形式上啊 名稱上來大做文章 這樣其實意義不大 好 那我們進階著呢 進一步要看到的就是這個林玉婷 他的性別的風波 其實國際奧會跟中華奧會都是發生力挺的 那麼美媒質疑說這起事件會再被提及 就是因為IBA的主席從中來作梗 陳定委郭正亮就說了 這個是IOC跟IBA之間多年的戰爭 當然也結合了美國文化戰爭 當初林玉婷市井賽被沒收了銅牌 台灣方面就應該要抗議到底 國際體檔已經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是用搞固酮的濃度 而不是染色體 它染色體是XY是天生的 那個沒有辦法改變 那個就是DSD嘛 我們講那個性別發展的異常 可是它的染色體是XY 並沒有影響它的搞固酮 因為男女體力不一樣 是搞固酮造成的 不是染色體 所以這個奧會已經採取了科學標準 那就是那個 可是問題是它的長相 它會有男性化的樣子 可是它並沒有男人的那種體力 所以這個就是國際拳擊賽 它惡搞 它長期跟奧會鬥爭 它就一直在搞它那一套 那這個當然也結合美國的文化戰爭 因為有一些人就覺得說 這不像女生 所以不該讓它參賽 可是你如果從外表像不像女生 那坦白講有一堆人 真的 有一堆人 那就不應該只有林玉婷 所以奧會後來採取的標準就是科學檢驗 而且它必須要表明性別四年以上 他十二歲就表明性別是女生 然後它的搞固酮的濃度測驗 也要一直檢查 就跟藥檢一樣 那它都沒有違規過 所以這個是毫無道理 我坦白講我們體育署是做得不夠 因為它事實上在 好像是在那個市警賽嘛 得到銅牌 然後被市警賽沒收 那個時候我們就應該要抗議到底 要把它追回來是不是 對 要追那個銅牌回來 那我們有寫 寫 出具那個公文去抗議 可是銅牌沒有追回來 所以各界就積飛成事嘛 就市警賽 那銅牌被沒收啊 就是我說有一些人 知道有一些人不了解情況嘛 他就用這個當作證據 那就造成他很大的困擾 所以事實上 我們的體育署努力的不夠啦 這根本就應該直接提告 而且就直接告那個 國際拳擊的那個協會的主席啊 這個奧運的狀況 好那其實林陽佩的這個金牌戰 有非常多的台灣人 台灣的球迷動員了加油團去加油 那當然就有發現 有一些這個舉一些牌子啊 還有這個台灣的圖案都被抽走 可是發生呢 連空白的紙板也都被沒收的狀況 那外交部長林佳龍 只有透過臉書發文 希望法國可以維護觀眾的安全 前列委郭正亮就分析 這就是台灣面臨的國際現實 但也難以想像哦 法國對於大陸 這麼樣的卑躬屈膝 而助發代表沒有注意到這樣的狀況 也是有責任的 事實上其實在這個2021年冬奧的時候呢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恐怕是跟執法人員也有關係 執法 其實我覺得拿紙板也被阻止這個 而且空白的還沒寫呢 我覺得是那個執法人員有問題 因為他有規定啦 你不能在場上 比如說拿那個不動其枝啦 可是紙板都還沒有寫就被沒收 這個坦白講真的不多見 事實上這一場央視沒有轉播 你知道嗎 哪一場啊 就這一場啊 你說金牌戰嗎 沒有沒有轉播 不是後來說轉播了40分鐘 那不是全程啊 對 用第二局才開始 大部分都是全程啊 他沒有全程 然後騰訊也沒有轉播啊 因為我有看騰訊啊 我覺得這一場怎麼沒有了這樣 那這個 這個真的不多見耶 所以我不知道是發生什麼狀況 我難以想像 法國會對中國大陸這麼被公屈膝 因為事實上也有別的場合啊 別的場合 有那個澳大利亞啦 美國啦 對中國選手很不友善的 那法國也沒有去阻止啊 所以這個要查明原因啊 因為我覺得 吳志忠應該要這個明知道有這個場啊 讓他沒有注意現場的情況 這個討論上駐外單位是有一定的責任啊 因為我以前去參加奧運我就沒有看過這樣的 基本上有的國家也不管啊 比如說東京奧運 東京奧運就沒有管啊 東京奧運 我覺得如果中國大陸要施壓 東京奧運應該也會啊 因為這應該是同一個標準吧 可是東京奧運你就沒有看到這個現象 所以你表示那個日本 日本就覺得這個他不要管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有個別啦 倒不一定是法國的奧委會從頭到尾都對台灣這樣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修護早市 commands 修正 修正 修正